校园霸凌事件时有所闻 为了防止欺凌歪风继续侵害校园 教育部近期将推出处理霸凌和性骚扰案件的应对指南 以及新的学生纪律条规 而按照现有的记录来看 教育机构接获的霸凌和性骚扰投诉 差不多九成个案都能够在15天之内顺利解决 教育部今天发文告投入 部门还在敲定指南细节 而最新的纪律条规将取代1957年教育法令下的教育条例 此外部门已经向州教育局、县教育厅 以及各个教育机构下达指令 务必按照一天、三天和七天的标准作业程序 提供案件细节完成报告 并且采取行动解决问题 同时提醒校方和家长 可以透过屏幕上的投诉热线、电邮 以及公共投诉管理系统 举报校园霸凌和性骚扰案件